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早前進行的一場英超比賽中 曼聯2比2打和列斯聯 其中後備上場的積頓新組 為曼聯打入攀平比分的入球 賽後在接受天空體育採訪時 曼聯主帥坦哈格也稱讚這名球員的表現 坦哈格就這樣說 我很高興,他是回來的路上 我們知道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員 他絕對可以帶給我們球隊重要的影響 今晚他做到了 我認為他可以保持穩定 並且帶來很好的影響 但他必須要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 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 就目前來說,他處於很好的狀態 我認為這會帶給他一些壓力 激勵著他付出更多 然後你會發現自己得到的也會更多 當然就像我說的,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員 我真的很享受球隊第二個入球 特別為積頓新組感到高興 我真的很高興他處於正確的方向上 我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這個勢頭 我相信這個會令他進步 激勵他做更多的事 就像你們所看到 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員 如果投入比賽中 並且處於正確的水準 他能夠有出色的表現 我認為我們現在擁有一支 可以控制比賽 並在對手半場踢得更多的球隊 激勵新組很喜歡這樣做 他能夠在俠小的區域內發揮 帶給球隊有不同的狀況 第二個入球就是證實了這一點 但我想他在上星期後被上場的時候 也展現了這一點 當被問到接下來 激勵新組需要做些甚麼的時候 坦克接著表示 這個掌握在他自己手裡 如果他願意 他是可以做到很多的事的 因為這支球隊效力是很好 可以為你帶來快樂 但我真的很高興看到他 這麼自信的方式去踢球 他真的很直接 我很高興看到他這樣參與到進攻當中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